BBS湘民的正义也广受学生族群欢迎 BBS这个网路平台很多人都接触过 而3D动画导演林世勇 他就利用了3D动画的元素 把网路生态作为题材 呼应现实世界当中层出不穷的网路霸凌 以及人肉搜索 从分镜图到剪接通通是导演自己动手 导演还说 当初走上了3D立体动画这条路 家人是极度不看好 如今坚持了12年 电影上映首周票房就上看2000万元 也让他可以说是苦尽甘来 电影BBS湘民的正义 以网路生态作为题材 搬上大一幕反映现实世界 拆出不穷的网路霸凌 喊人肉搜索 叫我听就可以 网路上有点 那我可以 还找来坚强卡斯 陈柏林和陈奕涵 大野最熟悉 而两人在网路上拥有的利益身份 却是利用3D立体动画描绘出来 这一切的催生者就是导演林世勇 很久以前就开始使用BBS了 已经15年了吧 从大学就开始用到现在 你要去学着摄影 你要去学着打光 然后你也要去学运镜 然后甚至是你的角色模型 你都要把它雕得很漂亮 当了15年的网路乡名 连老婆都是在网路上追到的 又因为爱看日本动漫 爱上3D动画 一头栽进动画世界 林世勇灵机一动 把15年来网路上的虚拟人生 和真实社会对话 他拿着手上的墨偶人 强调这可是他的Soulmat 我们在绘图的时候 我常常也有一些参考的角度 然后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挑衅的动作 那我如果用脑海中去想象的话 我可能绘制不出来 可是有这个东西 我觉得可以很快地去辅助我 绘制出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不止木偶人是灵感来源 不同其他电影 光是动画分镜图只有超过千张 每一张图代表2到3秒动作 利用电脑程式运算后化为动态 像个小玻璃化为网路骇客 从高楼跳下就要好几张分镜图 别以为他评不清于 12年前自信满满 报考动画媒体所 却踢铁板落榜 被父亲狠狠羞辱一番 他就觉得就是 你说我生的 我知道你不是那一块料 对 然后你总有一天赶快放弃 你有时候才可以看清现实 那叫我放弃 赶快回去教数学 教书这样 做我大学学的本行 那你听到我还是帮你 就爆哭啊 对 因为就觉得没有人支持我嘛 想起父亲 林世勇语气带点感性 不过就是这股气 让他毅然决然 做了很多人不敢做的电影梦 一路磨练学习 三年前终于募得资金 一筹拍电影 到今天上映竞争者 却同时出现 因为同样话题性十足的 国际七历人妻 也选在同一天 强碰上党 在讲小三这种文化的 年轻人比较不会去遇到这些事 对 年轻人不会接触到婚姻 原本族群就不是同一的 而且他们所听的是比较 年龄层有稍微比我们高一点 林世勇老神在在 一点也不担心 因为他花了12年时间 投入如同荒烟曼草的动漫事业 如今成功上映 全台首周末票房就突破 1800万元开红盘 12年的坚持 更证明自己可以完成 不可能的任务 记者 这位入红冬冰 台北报道 好 当然现在BBS网络的生态 翻上了大荧幕 让外界开始耗起